各位同学,我今天想提醒大家考试有什么地方要留意 可以吗? 第一个就是L-Tro同素二形体 例如,例如在碳里面的碳 可能是L-Tro同素形体 当然定义要知道 例如碳里面有不同的形态可以出现 例如瓜肺石墨 或者是金刚石 Diamond 结构,大家要清楚它的特性 例如Diamond 会导致Condent Electricity Diamond是不可以的 要留意 例如,现在公开试 很多时候的问题都会用一个文字去描述一些化学反应 而且那些化学反应是你们不是很familiar的 即是你们不是相当熟悉的一些化学反应 其实它会告诉你 什么加什么 会生成什么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 它的文字式给了你 你也从文字式 去文字式 去文字式 你就可以有能量平衡 去平衡 而且去计算 这些题目 另外也提到过量反应的概念 Excess Variation 如何去计算 可以不可以 那你用Sandwich 我教的三文字的概念 去做就可以了 可以不可以 如果不清楚的 那记住 都可以看我们之前做过 印的Parshaper OK 那这里 你看看Parshaper 都可以的了 另外是中和滴定 中和滴定 Titration 唯一要留意 就是说 在Weat Base 或者Weat Acid的情况下 Weat Base 这个 déjà Princeton 这个NH4 就是 Amномium Iron 就是安尼茨 其实安尼茨 是一本药酸 以暗酸去造 此外是有微酸性的 另外放量是自然的 処规 好不好 可以嗎? 都建議 頭那三題 頭那幾題就盡量擺多點時間做 如果可能能力 可能稍微沒有太... 擔心會不合的 可以做多些 頭那1,2,3 所問的問題 頭那1至8題其實 基本上我都建議大家花多點時間去做 可以嗎? 另外再去分辨一些梨子 如何去分辨梨子 如何去分辨梨子 例如最常見一定會有 碳酸根梨子 二氧化碳有些氣體 拉水 就自己去再去看 另外在含辯 NVP Change 計數 另外這一個給大家一個提示 裂解,experiment,裂解的實驗 都會問的 裂解都說了很多次 一個很長的碳鏈 沒什麼用的,是廢的 又透過一些 chemical reaction 將它全部拆鍵 Break Bonding 變成了一些 short chain 的 Alking 一些短碳鏈的軟鏈 從而變成了一些很有用的 的燃料 一些 useful 的 feel 例如 汽油等等 另外是平衡 平衡不會很難的,都是問一些很 general 的問題 Equilibrium 另外是氧化還原 Redox 大家要留意 有些氧化還原 做了氧化還原 後來一個 Redox 的 reaction 他們的ultimate oxidation state 最終的氧化素 其實 你是估計得到的 例如,舉個例子 Cl2 這些halogen Group 7 的 elements 其實 沒有什麼會變的 一變來變去 就是 會變成Cl 符 這個大家應該清楚知道 原來它拿電子是這樣的 另外 I 2 會變成怎樣 就變成I 符 拿了兩顆電子 所以大家要留意清晰 知道 有沒有問題 另外 到最後 Molar volume 摩爾體積 留意 在25度 一個ATM 的情況下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去那個 Molar volume 摩爾體積 都是24個Dm³ 可以嗎 這個就是要留意 如果今晚有什麼問題 各位同學都可以隨時來問 我都可以 至於你說 最後三課書還沒教 其他三課書裡面 涉及的東西 其實都沒有 都不考的 可以嗎 溫屬之前的東西 就可以了 可以嗎 有問題就記得 在那個group問吧